圣爱 第三部分 爱是创造的目的 思考题13 创造的目的是彰显圣爱 通过查验和审视 圣爱的三个基本要素 人们可以看到 它们是创造的原因 第一个要素 爱自己以外的人 是创造的一个原因 因为宇宙在上帝之外 就像世界在太阳之外 宇宙是上帝延伸他的爱 并在其中运行他的爱的地方 并从而获得安息 我们读到上帝创造了天地之后 就安息了 他为此设立了安息日 创世纪二章二到三节 你可以看到第二个基本要素 即上帝希望与他人合一 也是创造的一个原因 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 形象和样式意味着我们被造为能够接受来自上帝的爱和智慧的形态 上帝可以与之结合为一的形态 并且他可以与宇宙中所有其他事物结合为一 而这些事物只不过是手段 与终极原因的连结 也就是与居间原因的连结 创世纪 创世纪关于创造的书 明确指出 万物是为人类而创造的 见创世纪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 第三个基本要素 即上帝从自己发出对他人的祝福 是创造的又一个原因 你可以从这个事实中看到 即天使天堂是为每一个接受上帝之爱的人提供的 在那里对所有人的祝福唯独来自上帝 上帝之爱的三个基本要素 也是维持宇宙的原因 因为维持就是持续的创造 就像继续存在等同于永远存在一样 从永恒到永恒 圣爱总是相同的 上帝的爱具有的性质 无论是现在或将来 都与他创造世界时相同 核心理念 核心理念 这里描述的圣爱的三个要素 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个理念 上帝创造并不断地创造宇宙 以使他的爱得到彰显 作为他创造的一个有意识的部分 人类生来就是为了落实这一设计 从而最终使所有人在天堂与上帝连接 在某种意义上 这就是对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这一问题的回答 一切存在背后的意义和目的 就是圣爱 反思 想一想 你的生命 和你周围人的生命 如果你相信 你的被造 是为了成为上帝之爱的容器 你对自己生命的感觉 会有什么变化 这将如何改变 你对他人生命的看法 花点时间想象一下宇宙 此时此刻 他正在不断地 被上帝的爱创造 再创造 这如何影响你对宇宙的看法